我这辈子还没有想过 我会做一张全台语专辑 因为整张都是我的骄傲 如果只能选一首歌推荐的话 我会说是 以诺真的快 很过分 他每次讲话 会认为有很想哭的感觉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英尔仔 让我们欢迎本集的特别来宾 以诺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以诺 以诺从上一张给天王星之后 然后到这一张水逆 要不要来特别介绍一下 因为算是 完全不一样的挑战 对 水逆是一张全台语专辑 它是我的第四张个人专辑 我这辈子还没有想过 我会做一张全台语专辑 我跟我的制作人 亲后我们一起安排了 整个专辑的脉络 他的趣事 希望可以是 把沟通的各种面向 描绘出来 变成一个完全体的一张作品 所以取名叫水逆 目标是 大家听完之后会觉得 哇哦 台语歌可以这样写 Mino以往的作品是截然不同 不管是在编曲 或者是这次还有跳舞 然后或是全台语的这个风格呈现 所以来说应该都是不同的突破 对不对 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个行径 我觉得创作 你每一个阶段本来就会 有想要突破的事情 我觉得创作人就是会找自己麻烦啦 就是自己的要求 无限拉高 对 而且那个要求是可能包括鱼种的转换啊 比如说我现在用了全台语 那这件事情本身就 它有一点反过来是破坏了 我自己原本的创作的方式 但是也藉由这个不断的自我破坏 你会激发出很多的能量 你会发现有很多自己 其实可以做的事情 就像你刚刚讲的舞蹈啊 那因为我自己本来 我高中是舞蹈班的啊 所以跳舞对我来讲是 身体还有记忆的事情 我现在把它重新挖掘出来 也就有了一系列的影响这样子 这次为什么会特别想要 再把舞蹈重新再出来这件事情 我觉得舞蹈也是一种语言啊 而且它是很来自 灵魂深处的东西 那不如我这次就尝试看看 也用这个方式跟大家说话 那我想到你这次MV里面 也都是用跳舞的方式 就是不只一支喔 是两支 目前有释出的影片都有跳舞 对 而且是采用一镜倒影的方式 要不要来特别介绍一下 新世纪的女儿 主要是前面的大概三分钟左右 或是一个镜头不断的往前 又往后 然后那个往前 每一次造型团队就会帮我换一组衣服 然后同时我还要进行一个表演 就是人生各个阶段的 不同层次的状态这样 你要在短短的三分钟之内 做完这所有的事情 所以那个挑战是 包括拍摄团队 包括造型团队 对对对 就是我印象真的很深刻 因为我的造型 她是一个很冷静的妹子 可是她在帮我换的时候 我都看到她的手一直在抖 我们这些做创作的人啊 常常要面临到的问题就是 如何在这个有限的预算之内 讲完我想说的话 那其实一首歌的长度 这个也是一个创作的预算 所以这综合起来呢 去把一个概念讲完整 一个手法 去讲完一个概念 这就是很好的做法 就是很开心可以跟导演李彦如 她是冥王星图的导演 然后她就是一个概念控 所以她就想到说 那我们就在三分钟之内换四种造型 这样我想说你疯了吗 但是就好吧 我们就做做看 换完这一系列造型之后 最后我解放了自己 然后开始有一段 其实那个完全不是排练过的 她就是我在当下感觉是怎么样 都是即兴的吗 对啊 我都是即兴的 所以就是开心的跳了一场这样子 其实我在MV中有注意到 就是都在女儿学生 她的笑可能是青色的笑 或者是到上班族 可能有点带点不耐啊 或是有点怨命 然后主管后面有点感觉有点累 或是疲惫的那种笑 然后结婚的时候穿着婚纱 然后却没有笑 这些的层次推进 我觉得都还蛮厉害 还有另外一首有一经道理的 是那首是跟阿抱合作的 对对对对对 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 或许就变成书里的风景 是我跟阿抱合作的歌曲 那它的宗旨就是 我们一起发明新的语言 它就是一个超越语言的东西 所以找阿抱来合作 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明确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尝试跳舞嘛 我觉得舞蹈也是一种语言 那个时候就有找一个老师 因为他发现我的个性 所以他就会跟我说 你现在想像你的手是水 水到某个点的时候结成冰 他会用这种很异常的方式 可能在教课的时候 他会数拍子 可是他发现他跟我数拍子 没有意思 因为我自己不太数拍子 他有在听我的音乐 所以我们很契合 就在这个很契合的氛围里面 就诞生了一个 其实里面符号很多的舞蹈 导演陈科翰 他也是第一次拍跳舞的 他是一个很尽善尽美的个性 我们就找了一个很漂亮的场景 然后我们大量的运用 那个场景的空间 去编排这个舞蹈 整体都是希望可以思考的 很完善的去做这件事情 这张专辑大概十一首歌 我想问说里面 歌曲有没有故事啊 或是巧识是你特别喜欢的 我可以先分享 我自己听到我最感动最感动的 好 是在最红台的那首 他那首其实算是鼓励了我吧 就是在不管是负面情绪啊 或是什么的 我都在那种感觉 然后在那一首歌里面 你阿嬷的现身 对 他整首歌的钢琴 他高频不会很多 就是比较偏中低频的 对对对 就是有比较温暖的那种 细节在里面 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一首 嗯 那英雄可以分享一下 赵宏台是一首 它是一个隐喻嘛 我常常在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就是台语写歌最困难的地方是 像我这样的隐喻狂 会不是很好 找到隐喻的方式 因为通常台语的隐喻会是离喻 然后离喻是很难入歌的 那我最后找到一种做法 是那我就用很直白的语言 去创造一个场景 很像在演戏一样的东西 那那个场景是什么呢 就是外面在刮台风 可是现在这屋子里面 然后可能有点停电 可是只要有我跟你在 我们一切就会没事的 明天云就会开 当然也就是一个人生的隐喻 就包括我可能会写到 否定的声音一直撞在窗面上面 然后我们跟快乐之间的路径 就被阻隔了 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我的私密面相 像写这首歌的时候 那比较是 那我自己在面对什么呢 我觉得中间那个阿嬷的那一段声音 听到那边的时候 我现在就会哭 我完全可以想象 那因为阿嬷就是一个我们的共同记忆嘛 我们每个人都承接了长辈的温度 慢慢慢慢的成长 然后也有他们很多的关心 可能有时候有点烦 可是在外面一直刮风下雨的时候 我最想听到的就是阿嬷的声音 所以我的制作人清后他也知道这点 他就是他有了这个idea 把它取材 接下来放进去 本来我还想把它换掉 因为我在想说会不会 离年轻人的生活太远 还好我没有拿掉 真的还好我没有拿掉 我的设计师Misk 它是一个装针控 所以它的每一次的装针都很精美 好美的 对就是这个盒子也是一个很扎实礼品的概念 而且每一个都是巧思 它后面的也是 对对对对 它有很多细节在里面 这边这一张啊 是我自己拍的照片 然后每一个人拿到的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它是有好几组穿插在里面的 然后这边就是歌词这样子 里面有一些我的照片 我觉得很好看耶 我超喜欢的 我超喜欢 所以我每次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都想说我的照片是不是太多了这样 但大家好像很开心 对然后这些照片呢 我们最后决定用一个比较复古感的方式呈现 就是因为我认为真正的沟通障碍 是很心灵层面的 所以我用了一个比较反科技的概念 那这个是预购版才会有的一张小汉堡 现在已经绝版了 对 底部还有一个照片 大家喜欢的话 现在评装版买得到 大家可以上各同路去买 好 谢谢 其实还蛮想听就是你跟阿嬷之间的故事 跟阿嬷的缘解是怎么样 还蛮想知道 我阿嬷她算是家族的核心 就是我们家算是一个母系社会 然后这是很自然生存的 因为阿嬷都笑笑的 很幽默 有的时候也会耍一些笨 然后她的人生其实过得蛮辛苦的 而且她一个人带大五个小孩 可是她就是用这种笑笑的方式 竟然可以让五个小孩都没有变坏 在一个很穷苦 复杂的环境之下 可是她让五个小孩都不只是乖而已 她还有相信力 都成为了很温暖的人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有没有什么是你出社会之后 被迫改变的故事 我的本性就是我喜欢让我身边的人可以满意 我是会取悦她人的类型 可是我成长的过程中逐渐的发现 因为你身边的人爱你 他们其实就想要看你做你原本的自己嘛 对可是你却为了她要改变自己 或者是你压抑自己 我觉得各式各样的家庭 或是各式各样的人跟人的关系都会遇到 就是大家都有说不出来的话 然后久了之后越来越说不出来 距离越来越远 到了现在这个年纪 我知道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开始完完全全变成一个任性的小朋友 我在遇到工作处理事情 跟大家讲话好像都想得很清楚 可是一结束那个工作状态 我就是一个彻底的废物 那我现在就接受这样的自己 我觉得很好 因为其实说在现代社会中 很多人说做自己其实是真的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曾经有一度大家很认真的在说做自己 比如说我穿这个我就是做自己 我做这个行为我就是做自己 可是其实我觉得没有人真的可以百分之百做自己 那你只要找到你自己舒服的方式 然后你为你自己的方式负责任 那你不一定要很酷 你不一定要很叛逆 然后你也不一定要有风格都不用 那你只要为你自己的选择负责 我觉得那就是做自己 然后享受当每一个当下的自己 这样 对啊对啊我觉得是 要不要来分享一下其他首 我特别想听一个就是天已经要光 跟亲爱的这一首歌 我们在一开始我认真写歌之前 我跟制作人亲后我们就有去设定说 这整张专辑第一首歌的风格 他在讲的内容是什么 第二首歌会转到哪边 然后第三首歌又进入什么情境 所以本来在天已经要光这一首歌的时候 我们就是想要讲一个沟通失败的一个过程 和弦是比较阴暗的 从你心里面最黑暗的角落 开始一点一点的吐露 我就用了一个比较拼凑的方式 比较不是在讲故事 而是在讲一个氛围 然后那个氛围是用各式各样的画面去拼凑起来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大家人生之中 都会遇到的各种片段的总和 那亲爱的又是另外一题 他算是我很早就写完的歌 然后我写完之后我就想要说 才会有教堂式的和声 我就是从写出来的那一瞬间 我就已经知道了 在编曲上面 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 会有很多潮思 比如说其实那个三拍的转换 歌唱的情绪上面呢 也就是一个 大家比较没有听到的浓烈的我 那那个浓烈是有很细的 很像呢喃的 然后瞬间又很冲出来 好像很困难 结果这种歌反而好唱 因为你的情绪对了就对了 那他的主题是在说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心爱的人 他在某一个时期 他封锁他自己 他不愿意沟通 然后身边的人 就会觉得很揪心 替他感到辛苦 然后也很想帮他 我是在写这个 旁边的角色的心情 那我自己也常担任这个角色 所以就刚刚好 最常遇到周遭朋友 是有这样的状态的 我觉得应该是 大家其实都是吧 天已经要光这首歌 有一则留言 还蛮符合我 那时候想到的 他说在天已经要光 这首开头的环境音 跟第二段的碎牌 把往前推进的情绪 和前进感都散落一地 要不要特别分享一下 这个情绪的处理 像天已经要光的前面有一首 后来我们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Speechless 他就是一段没有歌词的东西 然后那里面有大量的环境音 那这个是亲后他的一个 我觉得应该算是 他近年的音乐生涯的重点吧 他是一个很心思细腻的男子 他平常听到各式各样的声响 那些东西其实带给他很大的情绪 他就想要把这个东西 真的融入创作里面 这是他想说的话 那刚好我也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就会很契合 所以在那些声响里面 确实很多曲样 譬如说电铃的声音 那可能就是他家的电铃 然后他每次听到那个电铃 他就觉得心情不是很好 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摆进去 很负面的那个能力 对对对 诸如此类 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片段 好的坏的都是这些片段的累积 只是我们不一定会去意识到 那等于是说这张专辑 它也是一种语言 它是这个世界在跟我们对话 藉由这个场景的建立 我们也去感觉到说 原来我们一直以来 都有被这些声音围绕 然后原来我们的感受是这样 因为你这次有些歌曲 然后有找别人合作 例如说《阿鲍》 还有那个Decard Joins 要不要来分享一下这次 我跟阿鲍的合作是整张专辑 蛮早开始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有一个感觉 是我应该会写一张 在讲沟通的专辑 所以我跟他是先用一种 破题的方式嘛 因为我们那首歌叫 或许就变成书里的风景 他就是在讲创造新的语言 我会写这首歌也是因为 我听了他的专辑 母亲的舌头 我觉得很奇妙 因为我明明就听不懂排湾语 而且我在没有看歌词的状况之下 整张听完之后 我却感动到不行 那我想这就是超越语言的能力 所以我就出现了这个灵感 那时候我还不认是他 我就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 创造新的语言 然后他就说好啊 一起来玩吧 我们的缘分还蛮有趣的 就是后来我们就陆陆续续 一直有在碰到 但是我们在写那首歌的时候 就是两个很陌生的灵魂 然后第一次我们用歌曲 去跟彼此碰撞 DekkaJones的那首也是 我跟他们其实也不熟 所以那首歌为什么叫 《最好的距离》 就是我在找我们的主题的时候 我突然间觉得 有一种沟通是 当我们俩还不是很熟的时候 可是我们讲什么话 都会有一种曖昧嘛 对对对 然后那个过程是甜蜜的 我觉得我跟DekkaJones 写这个刚刚好 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状态 我一直很喜欢他们的音乐 我从来没有跟男生合唱过 那当我第一次决定 有一首歌我想要来 找一个男生的时候 我就想到他们 就是很自然的想到 然后就问了 问了之后就成了 因为其实这一张在讲沟通 那你自己是如何面对 沟通这个课题 就像这张专辑 我会一直跟大家强调说 我想要说的不是怎么沟通 或者是沟通的技巧是什么 它比较像是在讲 人为什么要沟通 所以像第一首歌叫 《人如何学会语言》 它就是很直接的在跟大家讲说 原来我们使用语言 是因为我们好想要 把我们看到的东西 我们感受到的事情 告诉另外一个人 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 稍微不孤独一点 可是你语言再怎么表达 你还是有没有办法表达的东西 我一直闪耀追求的沟通 就是那个超越语言的沟通 所以我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不一定很擅长沟通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发现我的沟通方式是错的 那个错诞就会 自己会受伤 你会伤害到他人 然后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走到这个年纪身边的人 大家也都成长了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沟通是不简单的事 反而就可以让人很安心的去摸索 比较自在的表达 沟通还有一个 就是自己如何沟通 那你是如何面对自己的沟通 或是你上一次跟自己对话是什么时候 我每天都在跟自己对话 创作者就是这样很烦 我觉得跟自己讲话这件事情是 即使不容易 那也没关系 你会有你沮丧的时候 你会有你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干嘛的时候 一定会有这种片刻 可是你只能在这一次一次的尝试之中 才能真正的摸透你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要去经历的 你现在搞不清楚自己想干嘛也没关系 你做错的决定也没关系 可是你对自己每一次的犯错 你还是去负责任 有一天你就会知道怎么跟自己沟通 听懂得很快 对 很过分 他每次讲话 会让我很想哭的那种感觉 生命中有什么经验是 让你想要用力说出感觉 但是却没有人听懂的时候吗 有啊 很多啊 就像我刚刚讲的嘛 我小时候住山上 我听到禅的声音 在他开始叫之后 他整个火气天 我突然间背从中来 那时候我可能是一个 七岁的小朋友 那我要怎么 跟我隔壁的七岁的同学说 我现在觉得很悲伤 因为我听到惨的声音 对 那当然这是一个 比较简单 并且比较小的例子 那到了成长的过程之中 你遇到更多复杂的事情 你可能接受到更多更多的资讯 久了就会 脑袋就会很炸 所以我才创作 因为他可以帮助我整理这些事情 变成一个 我可以把这些资讯 安放在那里的一个空间 久了之后你发现 哦 很多人需要这个空间 你写了一首歌 原来大家都可以在里面 有他们自己的投射 其实你出道大概 差不多15年 然后有组过乐团 发过专辑 然后写过剧本演过戏等等 你下一步有想要做什么 现在是可以宣传的时间吗 下一步就是要去办 那个8月6号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那我就到北流了 对 的演唱会 我现在只想到这里 我先把它做好 好 北流让你宣传一下 如果疫情确定OK的话 一楼是站位的话 那就是5千人 那如果是坐位的话 那就是4千人 很荣幸可以把 我所看到的东西 介绍给大家 那当然这场演唱会 也会是一个 各种讯息 就是更完整呈现 然后它会很炫 我相信是品质保证的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过 我的演出的话 那就麻烦大家多多支持 可以带你的朋友一起来 还有带卫生纸 就这样 创作的人有分两种 一种是很专心一意的 做音乐 有另外一种人呢 他比较像是 我有很多想说的话 然后我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说 我想说的话 那我是属于后者 我发现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创作人 在我近期遇到的一些 年轻的创作人里面 其实也很多 所以他们会一直转换他们的风格 然后他们可能也会去做各种不同的尝试 大家可以期待未来不管是演出不管是 我再下一张专辑或者是 也许有一天我又再写一本书 或是再下一次我弄个舞台剧或干嘛 那都是有可能的 继续来进粉丝问答 对于演出镜子森林这部影集 有没有特别的感想 我是演第二季 里面的角色叫小卫 是一个卖多肉植物 对未来有一点彷徨的年轻人 其实就是时下年轻人 我觉得蛮开心的 因为一直以来 大家好像认为 我很知道自己在干嘛 我其实很想要演一个 不是很知道自己在干嘛的角色 我觉得整个过程很开心啊 因为团队很强 然后我每天都在多肉植物的围绕之下 那我喜欢植物嘛 所以就很合理 本来那个角色 其实设定是一个电玩宅 然后我还因为这个 我真的去练的传说队局 练到我觉得 我现在有点上瘾 结果后来根本就没有 之后蛮想要演看这种角色的 我是会打电动的 我还会做很多 你们想象不到的事情 要问一下这张专辑吗 最喜欢或是最骄傲的编曲 是哪一首 这个太难了 因为整张都是我骄傲 但我觉得 如果要讲技巧面的话啦 如果只能选一首歌推荐的话 我会说是亲爱的 因为它就是在演唱上面 有呈现出一个 大家完全没有想象过 我可以做到的部分 然后尤其是在 如果大家来听现场的话 我自己是觉得 都还蛮威的 大家可以听听看 如果是讲概念上面 我自己最喜欢的 会是人如何学会语言 因为它是承载了这张专辑要讲的 意念的一个开头 我自己写完之后 其实我自己是有流几滴眼泪的 他其实跟无名义 对对对 就是无名义老师 他的《胡语之地》里面的第二篇 就叫人如何学会语言 那我就是看了这篇之后 写下这首歌 并且我甚至可以说是看了这篇之后 把这张专辑想完 对 所以无名义老师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这样 然后有感触的时候 就会想写歌 有看到一些例子 例如说像 《猛虎巧克力》的四百集 好奇有没有 其他作品也是受文学或电影启发 但因为版权或是其他原因 没有发表出来 比如说那个 《Pluto》里面有一首歌 叫做《云端漫舞》 然后可是他的英文叫《her》 那《her》就是那个时候 文青们的爱片 《云端情人》的英文片名 就是我在看那个片之后 我产生了这个灵感 他不是百分之百取材自他 只是他触发了我 那我可能就会在英文歌名上 进行这个致敬 那其实《Pluto》这张专辑的 英文歌名是特别有巧思的 而且那时候是我跟我的朋友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坐在他客厅的床上 然后我们开始取这些名字 等于是说 有点把后面大家看不到的部分 补齐的感觉 那大家可以很认真去议会 这个英文歌名的部分 那接下来 现在《蒙虎巧克力》的规号 还有状态 你知道乐团这个东西 他的麻烦之处就在于 他不是一个人 所以大家本来就有各自的人生规划 那我是很祝福他们 比如说 骨手张员安 他现在在念研究所 Face Joe Celine 在做衣服染布 然后他在卖衣服 在那边过着他真正向往的生活 就是当一个嬉皮 我觉得他做得很好 我没有看过他这么快乐 所以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事 吉他手永春 就跟美容讲了 因为他还是 I'm In Us 跟Triple Deer 的吉他手 他很忙 我不确定哪一天 大家比较空闲了 或是完成了人生这个阶段的事情 之后会再回来一起表演 或是什么的 我永远保留这个可能性 对 但是近几年的话 可能就先让大家做自己的事 那我想问你个人的时候 跟你在团体的时候的状态 会是不一样的吗 我差很多啊 乐团是大家都自己有参与创作嘛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意志 那要去平衡这个 大家可能因为成长的过程不一样 然后美感上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异 有组过团的人 大家一定都知道 那如果今天这种状况 是只有一个人去决定所有的事 那你组这个团也没意思嘛 就真的是一个沟通的练习 然后还有你要知道 在这个创作里面 自己留下了什么 牺牲了什么 你就是去接受它 可是我现在一个人 那基本上我说的算 你就可以当一个绝对的 抱军在自己的工作之中 我还蛮喜欢 我说了算的现在的状态 那最后就谢谢一龙 然后还有请大家支持 这样水逆这样的端节 各通路可以买得到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订阅他的FB IG跟Youtube 还有313基地台 然后呢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别忘了按赞 订阅 分享 那我就下支影片见啰 掰掰 掰掰 好 那我们一张抽杯 不愿意是好 1 2 4